人才是一切的一个根本 如果没有人才的话 就算有钱也只会干纯事 不过很可惜 看到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 市政府有非常大的 非常剧烈的人事的异动 不过当然这是谢市长的人事权 这也尊重他 不过也从地方上听到 包括很多的副局处首长的一个异动 本来一辈子在管渔船的 被调去管公车 最资深的教育人员 被调去管社服 环保局本来在管行政的 被调到卫生局去管疾病管制 管体育管体健的被调去管市场 这个都是很跨局处 而且是完全不同专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调动 那当然其实这个不是栽培人才 这个也不是在培养经验 实际上这个让很多的公务的同仁 觉得自己一辈子的一个经验 还有包括他的一个累积 其实是被糟蹋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金融市政府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或选择离职 或者是转调 或者甚至是退休 我想这是整个接用室的一个损失